欢迎大家来到LumaFusion系列教程 在上一期视频当中 我为大家带来了10分钟快速上手LumaFusion的内容 帮助初学者快速上手完成自己的第一支剪辑作品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上一期的视频 我建议你先看过之后再来查看本期内容 本期视频将带你详细地了解LumaFusion剪辑过程中 需要用到的功能和使用技巧 在正式开始之前 先跟大家介绍两个小的知识点 第一个知识点是布局 通常情况下 当我们创建项目之后 会看到默认的项目编辑界面 其实LumaFusion还为我们提供了自定义布局的功能 点击屏幕右下方的布局按钮 可以从六种不同形式的布局当中 寻找适合你操作习惯的布局方式 尤其是在屏幕尺寸较小的iPhone上使用软件时 这种布局的切换显得尤为方便 可以最大化地利用屏幕空间提升操控性 第二个知识点是帮助和设置 在上一期视频中 我们已经知道长按帮助和设置按钮 可以呼出帮助提示文字 快速了解各个按钮的功能 除此之外 在帮助和设置菜单当中 我们还可以根据需要 对已经创建的项目进行一些参数的修正 我们点击帮助和设置 找到设置 在当前项目设置当中 可以修改项目的帧率 帧数纵横比 背景色 在剪辑默认值当中 还可以对项目所插入的照片 标题 过度效果的时间长度 做一修改 例如我们拿标题为例 我们在这里把标题的时间 设置为10秒 那么下一次 我再次插入标题的时候 标题的默认时间 就会自动的变更为10秒钟 同理 照片和过度效果的默认时间 设置也是一样的 接着 我们在偏好选项当中可以看到 这里常用的设置包括 要保留的项目备份数量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以及存储空间的情况 来选择备份数量 在用户界面选项当中 我们还可以设置显示触摸 就像我现在为大家 演示的效果一样 每次触摸屏幕 都会有触摸的提示 方便进行操作演示 视频剪辑工作流程的第一步 就是将拍好的素材 导入LumaFusion 我个人的使用习惯 是每次把拍摄好的素材 通过AirDrop 导入到iPad相册 然后为每个项目 创建一个单独的相册 这样方便我快速地 找到想要的素材 目前最新版的iPadOS 支持外接移动硬盘 如果你的素材 都保存在移动硬盘当中 我们可以利用LumaFusion中的 创建连接到文件夹的功能 选取外置素材文件夹路径 比如我的素材在移动硬盘上 将移动硬盘连接到iPad上 通过此功能 你可以在LumaFusion当中 建立一个指向 指定文件夹的连接 这样你就可以方便快捷地 找到你在外置硬盘上的 文件夹资源 当你把硬盘移除之后 创建的连接文件夹路径 仍然会保留在LumaFusion当中 以便下次继续使用 我们日常使用到的素材主要有 视频、音频、图片 这三种类型的文件 在导入视频和图片文件的时候 有三种方法可以实现 第一种就是从iPad照片 直接导入 我们可以选择左上角的资源库 点击照片 从我们的iPad相册当中 直接选取已有的素材即可 第二种方法是直接拖拽 我们利用分屏的功能 打开相册 选取你需要的素材 然后直接拖拽到LumaFusion资源库当中 这时候选择左上角的资源库按钮 点击已导入 点击shared 要注意的是 通过直接拖拽的方式 导入的文件都会存在这个文件夹当中 第三种 通过分享功能导入 同样我们利用分屏功能 打开文件 选取你需要的素材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 直接预览你想要的素材 这时候注意到左下角有一个分享按钮 我们点击分享按钮 选择使用LumaFusion打开 要注意的是 所有通过分享按钮 在LumaFusion当中打开的这些文件 最后都会保存在 Other App这个文件夹当中 由于iPad相册当中不支持音频文件 因此在导入音频文件的时候 只能使用后两种方式导入 当你把素材导入LumaFusion之后 可以在预览区对素材片段继续预览 同时点击感叹号按钮 可以查看当前预览片段的基本信息 包括分辨率 帧率等信息 点击加号 可以对素材添加标记 比如这里我们标记为 需要后期调色 这样的话 当我把项目分享给其他人 继续使用LumaFusion进行 后期编辑的时候 就方便很多 并且还可以设置标记的颜色 以便更好的区分 现在我相信你已经对 如何导入不同类型素材的方法 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当你把需要的素材导入之后 接下来就是要对素材进行剪辑 剪辑过程中 我们会用到界面最下方一排的工具按钮 这些按钮显示为白色的时候 表示这些工具是可用的状态 如果是灰色 就代表当前操作无法使用该功能 接下来我们就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 依次介绍一下这些常用的工具按钮 首先是复制 复制这个功能非常简单 就是你想要复制哪个片段 就选中这个片段 然后点击复制按钮就可以了 分离音频 这个功能主要是针对视频片段来使用的 可以分离视频片段中的音频轨道 同时又不会影响原视频片段当中的音频部分 连接取消连接 细心的朋友一定会发现在时间线上的片段 会有一个竖线的这样的标志 这表示了该片段和主轨道片段 是处于一种相互连接的状态 只要拖动主轨道上面的片段 固定在它上面的所有的其他片段 也会随着一起移动 这在我们调整主轨道片段位置的时候非常方便 当然如果你不想让它们随着主轨道一起移动的话 可以通过点击取消连接按钮 将它们与主轨道分开即可 编辑片段 想要对片段进行编辑 可以点击铅笔形状的片段编辑按钮 或者双击该片段进入编辑界面 我们看到下排有三个按钮 分别用来调整片段的大小和位置 播放速度以及特效 对于片段大小和位置的调整 系统在右上方内置了一些预设值 通过点击预设值可以快速实现对片段大小 及它显示位置的调整 同时你也可以通过裁剪功能 对片段进行适当的裁剪 以及边缘柔化处理 当你对调整的参数不满意的时候 可以在参数调节的位置双击 即可恢复默认值 LumaFusion中对片段的速度调节 最大支持6倍速 并且在这里可以一键实现片段的倒放效果 进入特效面板之后 我们看右上角 色彩就是对片段进行调色 Lots就是预设的调色风格 那么后面还有风格 模糊 扭曲 抠向编辑 这些功能会在我们日后的教学视频当中 详细的为大家介绍 接下来是预设功能 这里显示的特效 动作音频 都是在编辑片段功能当中 能够找到的这些功能 那么系统将这些剪辑后期 可能会频繁使用的功能 单独列在了预设菜单当中 方便快速编辑使用 属性剪贴板 属性剪贴板功能 就是让你有选择性的复制所选片段的编辑样式 然后将这些样式粘贴到另外一个片段上 比如我们对某个片段进行了多种编辑 比如调色 剪切大小 调整位置等等 然后我们可以利用属性剪贴板功能 有选择性的复制 对该片段所进行的编辑效果 然后将这些效果粘贴到另外一个片段上 进而实现快速编辑片段的作用 切分和删除功能可能是剪辑过程中 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操作 切分有两种方式可以实现 一种就是选中该片段 然后点击切分按钮 或者在片段上利用双值点按屏幕 即可将片段切分 删除呢 同样也有两种方式可以实现 一种是选中片段 然后点击删除按钮即可 另外一种方法呢 就是拖拽你想要删除的片段 直到预览窗口 然后松手 即可快速删除 通常我会选择使用第二种方法 导出素材 当所有的编辑工作都完成之后 我们需要将项目导出 LumaFusion提供了多种导出方式 点击共享导出按钮 其中电影就是指将项目导出为视频文件 紧音频呢 就是将视频导出为音频文件 LumaFusion项目包 就是指把当前剪辑好的项目文件 以项目包的形式进行备份 或者是将当前项目分享到 另外一台设备上 继续使用LumaFusion进行编辑 快照就是指将此刻预览窗口的画面 以最高分辨率截图 并且保存在iPad相册里 关于素材导出的详细内容 可以查看我上一期 10分钟快速上手LumaFusion的视频 OK 我们这期的LumaFusion剪辑篇内容 就先介绍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别忘了一键三连 同时欢迎大家在弹幕或评论区 留下你的问题 这样帮助我做出更多更好的视频 让我们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我们下期再见